第一个讲到称义 我分两个点来讲 一个讲到我们怎么样子 有资格被称义 我们还不是有资格 不应该讲有资格 没有一个人有资格 应该是说我为什么会被称义 我怎么样子得着了这个称义的地位 我们读一段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的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显明神的义 所以在这里提了三个很关键的因素 一个是神的恩典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你再怎么修行都没有用 完全是凭着神的恩典 然后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血 所以神的恩典 然后凭着耶稣基督的血 然后最后借着人的信 人不过人的信就是在这里接受 就是了 今天你决定不会说 你今天跑到一个一百层楼的大厦里面 然后你坐着电梯 哇一下就把你带上去 然后你会说 你看我多神气 我一分钟就上来了 不像你们要跑跑跑跑 要跑一个小时 还不见得跑得到一百层楼 对不对 你没什么好夸口的 是这个电梯把你带上来的 今天我们被称义了 真的被称义了 我们的信没什么好夸口 全是恩典 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当然你必须要在信心里面 愿意去相信接受 愿意走进电梯去 不然的话你不会有份于 他为你所做成的 他带给你的祝福 所以在这里提到的三件事情都很重要 神的恩典 耶稣基督的救赎 或是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 然后到最后 人在信心里面的回应跟接受 这是我们称义地位的得着 那么称义的福分 我在这里请大家回家 把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 好好的读一读 我们不久以后 如果再回来读罗马书 我就会把这边称义之后的福分 光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 你就可以找出好几个 因性称义之后蒙福的生活 那更不要说圣经上还有许多许多的 那我们因性称义 罗马书五章一开头就说 他说我们既因性称义就借着 换句话说 从这个地位上 开始底下展开了 那么有福的应许 和圣徒们该有的生活 因性称义 我们就免去了神的愤怒了 神看我们 现在是透过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看我们 他不仅仅不再生气 他非常的怨纳我们 不然我这个人真的是可做可煮 对不对 满身败坏 邪恶 诡诈 虚假 有那么多的问题 根本不敢在神的面前占领 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 保血的赦免 耶稣基督 批带了基督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在这里 讲到因性称义的福分 因性称义以后 我免去了神的愤怒 我脱去了律法的咒诅 刚才读的加勒泰书 还有其他罗马书 然后我就得以与神和好了 他不仅不生气 我跟他和好 非常融洒的相处 而且我今天可以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 他说 借着他因性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然后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 在讲十一节以前 罗马书第五章又插进来 我们在这里 在爱的里面 在这里享受经历神的爱 他说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 记不记得 在你讲到说 当我还死在最后过犯中的时候 神的儿子就为我们留学舍命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神把他的爱 借着他儿子爱的行动 舍命的行动 借着圣灵的浇灌 让我们在这里享受 承受在爱里一切的祝福和生活 这都是因性称义来的 而到最后他说到 我们不光与神和好 我们能够以神为乐 想到神就喜乐 想到神我们这个人就蒙福 这都是因性称义带给我们的 那弟兄姊妹 我希望我们听这些东西 不要觉得很遥远 那是根本就是神在基督 耶稣里面已经给我们的 不是将要给 准备要给 一定会给 而是已经给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 在信心的里面能够这样子的 接受相信我已经被称义了 我客观上的地位上 我已经在神的眼中 是一个义人 被称为义了 另外在经历上 我可以在圣灵的里面 让他带领我来经历 与神和好的喜乐 经历在爱中的生活 经历站在蒙恩的地位上 不住地来承受神的恩典 他说如今因着信 我们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 我常常打一个比方 如果天气热得不得了 你准备去take a shower 要去冲凉 水打开来了 哇 这个凉水下来了 可是如果你不进去的话 你只是在外面 shower room 站一站 然后你就走了 你完全没有真正地承受他 虽然他在那里活水涌流 那么舒服的凉水 这样子下来 但是你如果没有站在 那个恩典的地位上 你只是说说谈谈 你只是在分析神的恩典 没有真正在主观上去经历 去享受 去承受这个恩典的浇灌 所以我们需要用信心 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好让圣经的话 每一句话在我们身上 带来力量 带来改变 带来真实的祝福 这个叫因性称义 不光我因着信心进了门 我整个的人生是在信心的里面 来过生活 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 义人必因性得生 他不仅仅讲因性称义了 而是我live by faith 我的生活必须是信心 因为人非有信 不能得到神的喜悦 也只有借着信心 为我们打开天窗 也只有借着信心 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神的道对我们 才产生真实的益处和祝福 这是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 他说你们听了这么多道 听见的道与你们无异 因为你们没有用信心 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所以我们将用种旧的道路 闪开闪开闪开的道路 在这里 问论 你没有用论 石兪 感谢观看